爬顏休息一会儿 二十分钟以后 叔叔给你吃药 黄桄 是 放大 扶孩子好好休息 是 孫館长 这是您的女儿 不错 我在给她治疗 她的状态很危险 如果您觉得无所谓 就可以把我帶走 孫叔叔 我想跟你說幾句 你們兩個 還不出去 張副處長 繼續吧 請您也出去 小羽 你怎麼敢 孫叔叔 對不起 這件事情是我擅作主張 小羽 你糊塗啊 你想想 這件事情 萬一讓特雕出的李勝金知道了 那怎麼得了啊 這個我知道 可是小芳我們也不能不管呢 孫叔叔 這件事情 我也想跟你商量一下 我想好把小芳留下來 讓張海峰給他治病 留下來 留到什麼時候 直到他痊癒 我覺得這個張海峰的醫術 應該沒有問題 不行 這絕對不行 這太冒險了 孫叔叔 你不能太自私了 我自私 我知道這樣很冒險 可是小芳她 畢竟是你的親生女兒 你難道忍心 看著她痛苦下去嗎 你難道忍心 你說什麼 我 哇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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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应该他们的影音 怎么在这儿让他们三招 该就应该有变 w tell 走吧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刚才得良的态度 还请张副处长多多原谅 宋文长客气了 好了 现在可以把我送回牢房了 这样吧 走吧 坐下 把张副处长送到我的办公室去 一会儿我要当面感谢张副处长 是 来人 张叔叔 张叔叔 张叔 好 小方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好多了 孙叔叔 就让小方留下来吧 你看 张海峰真的是可以治好他的病 走 我们去会会张海峰 小雅 照顾一下 是 张副署长 张副署长 今天实在是太感谢了 快 坐下 我还是站着吧 坐着拘束 张副署长 不用拘束 今天我想跟你好好聊聊 来 坐下 坐下 哎呀 真是想不到 好 堂堂军需处的副署长 居然会有这么高明的医术 张副署长 你可真是多才多艺啊 张副署长师承何人呢 没有师承何人 小时候跟父亲学过一些 没有知一二 哦 张副署长真是过谦了 我听王大夫讲 张副署长也患有癫痫 不知你这个病是怎么落下的 武汉会战的时候 头部中了蛋片 捡了一条命 去落下这个毛病 哎呀 那伤在什么地方了 现在还要不要紧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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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现在 张副署长一直是自己给自己治吗 不是 前几次发作并无大碍 直到有一次发作得很厉害 几乎丧命 当时部队正经过一个小山村 有一位老中医 把我救了过来 我在那儿调养了很长一段时间 临走的时候 老中医给了我一套方子 并且把详细的使用方法 讲给了我 张副署长 当时隶属于哪个部队 七十四军五十一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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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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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 怎么样 怎么回事 小方进入百商馆了 真的 明天我就要正式给他看病 就是说明天开始 进行回岸岭计划的第二步 怎么了 有什么不对劲吗 不错 说明天宣誓 说明天宣誓 就是说明天宣誓 就让他闭药进入百商业 算计划的计划 就是这一回事 就是那一回事 那你这么做 就把事了 陳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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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筱峰那病 不是當年李勝金那兔宰的造成的嗎 是 那您还让张海峰给他治病 十年前 孙德亮受灰衣社和李胜金的胁迫 杀死了王万成 他的女儿小芳 也因此而中毒受伤 孙德亮这个可怜的女儿 十年来饱受 疾病痛苦的折磨 几乎没有长大 一直以来生死玄于一线 然而 这一切并不是孙德亮 答应张海峰治疗的最重要原因 其实对于张海峰的入狱 孙德亮一直心存疑点 正所谓做贼心虚 他害怕张海峰 是为了王万成的事情来的 他现在之所以答应张海峰 给小芳治病这件事情 就是要弄清楚 张海峰是否了解小芳的真正病因 所谓对症下药 只要张海峰能够治好小芳 就证明他清楚了自己当年 所挥衣设的胁迫刺杀王万成的真相 那样张海峰这个人 就必须要灭口了 然而此时此刻 对于这一切 张海峰可以说是没有丝毫准备 他并不知道治疗小芳 就是将自己放在了生死县的边缘 什么目的 具体什么目的我还不清楚 所以我才让他给小芳治病 治不好那也就罢了 万一他真的把小芳给了 就可以了 那个 离开 这么多 没有 他们 没有 我 我有 有 我不 你 不 我 PTSD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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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枫 早点睡吧 从今天开始 你就要住在这儿了 好的 怎么样 还难受吗 不难受了 谢谢姐姐 怎么了 姐姐 张叔叔的医数 是不是很高啊 对 很高 比姐姐的医数还高吗 小丫头 今天怎么那么多话呀 不许说话 睡觉 张叔叔他 是犯人吗 爸爸说犯人就是坏人 那张叔叔 是坏人吗 张叔叔他 如果张叔叔他是坏人 那他为什么还要救我呢 他不是坏人 如果张叔叔不是坏人 为什么还要用手铐铐铐呢 小枫 有些事情 等你长大了 自然就明白了 但也是据成人 男人 我怎么会做成事 那就竟然 最后 他会跟着 很好 好 何彦君 出来 钱总 什么事大半夜呢 让你出来你就出来 费什么话 上席上席 快点 去吧 做得更好 来 这太习惯了 一会儿 那我回去 没事 去那边 好了 我回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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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正式轨道了 你就别想那么多了 赶紧睡吧 你先睡吧 咱明天 是不是就能进入发电机房了 明天还不行 不过从明天一早 我就可以正式给小方看病了 借了这个机会 我就可以从天花板绕到佩电机房 应该用不了几天 佩电机房的通路就可以打开了 那你去执行这个计划 小方怎么办 他可是个大孩子了 什么都懂的 只要其间 为了能够减轻小方的痛苦 我会事先给他服用一定剂量的 真定药 药效大概是两个小时 什么都别人 这样啊 那这么说 我们离开白山馆的日子 越来越近了 你说你老正不睡觉 不困啊 行行行 我不跟你说了 我时间了 此时的张海峰 却一点也兴奋不起来 想到为了自己的信仰 为了自己的任务 他不得不再一次利用 欺骗自己这一生中 最爱的女人 张海峰的心中五内俱焚 徐科长 李处长怎么说 李处长明天一早亲自来白山馆 真的 那太好了 这下可有孙子亮好看他了 徐科长 说句心里话 张海峰这兔崽子 你说 你说这王大夫刚回来 他又跟王大夫走一块去了 这叫怎么回事啊这 我总觉得王大夫这次回来 不是一件什么好事 徐科长 对 不应该再来 我找人 他也要找人 他也要付钱 他不认真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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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了 好多了 是一张叔叔 躺下 王大夫 可以开始了吗 可以 您要的东西 都已经准备好了 我也吩咐过 治疗期间 不会有任何人打扰你 多谢王大夫 小芳 一会儿见 姐姐再见 音乐 传奇 我 仍然 One 三 三 三 二 三 四 三 六 六 六 八 七 六 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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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